最近华为的高层就有讲了一句话 他说如果我们要比技术 我要跟西方国家比技术 我现在就是一个小学生等级的 去跟博士生来比嘛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落差是 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 可是就像刚刚博士所说的 也是华为高层也印证了这样的说法 他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他们只能不断的 大规模的来去使用他们的国产晶片 总有一天以他们这样子 一个练兵的方式的话 他们可以把技术慢慢慢慢的 追上这个博士生的技术 所以你也是认同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是啊讲这句话的是什么 就是专家专业的人啊 这个各位知道在YouTube下面 有一些网友会呛吓 那当然这里面有大陆的网友 当然也有台湾的网友 但是我常讲一句很重要的话 你常听到他们讲的就是弯道超车 不管这个大陆网友或是韩国 也有网友说三星要弯道超车 我跟各位说 我绝对不怕喊着要弯道超车的人 为什么因为他是外行人 但是我会怕说半导体产业 不存在弯道超车的这种人 怎么说 因为这种是内行人 而这种内行人他就是知道说 这个东西没有弯道超车 就是要一步一步慢慢往上爬 所以你看刚刚那个华为的这个 对徐志军 他们呢他讲的话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他很清楚知道他现在的程度 是小学生的程度 那他知道说国外可能是博士的程度 那他知道他要一步一步慢慢追 所以他就不会在那喊什么弯道超车嘛 对他完全里面没有讲这句话 所以你会知道专家 这个才是真正的专家 所以我常常就是讲这样 所以同样的道理啊 最近那个中国大陆也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 就是他们开发出了这个极止外光的光源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新闻叫做这个 文泰违据述 听起来非常的老口 SSNB 哇这个你现在去看YouTube上一堆影片啊 在那边规矩说这个东西多棒多厉害 要消灭艾斯摩尔的这个极止外光 我跟各位说不是这个样子的 你去看真正做出这个实验的那一位科学家 他呢是怎么去形容 他就讲中国要做极止外光 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他后面就列出还缺什么缺什么缺什么 所以呢需要再慢慢的这个努力 对 这种才是你要怕的 因为这种才是专家 因为他把他的现况讲出来 还有他要怎么做的一个方向 定出来了之后 反而会让内行人看得出来 这个就是内行人在讲话 所以我请观众朋友们 其实除了听我们的节目之外 我们等一下会花比较多的时间 来聊这个徐志军 就是华为的轮值董事长 他的这篇内容如何 因为我自己看了 好多的媒体报导 有稍微整理了一下 他这次是在9月15号的时候 湖南长沙准备举办的 2023世界计算大会 那徐志军他就在大会里面演讲 其实我觉得他非常的中规中矩 而且他也是讲了 华为目前的困境 还有他们接下来要怎么做 我觉得算是很脚踏实地的一个做法 坦白说华为这间公司 我们时间应该很够可以聊一聊 我以前在外商公司工作的时候 那是20年前 华为一开始呢 就是用我们公司的数位讯号处理器 在开发这个基地台 20年前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 那个时候呢 我们公司在中国大陆 是没有分公司的 所以当华为要开发这个产品的时候呢 是从台湾调工程师到大陆去支援他们 那个刚好是我的同事 很好的同事 所以他每次去华为那边回来 就会跟我分享很多事情 各位知道这个基地台 华为一开始在做的时候呢 它的稳定性是不够的 那什么叫稳定性不够 就是我把一个基地台装在偏远的地方 可能它通讯一段时间突然就断讯了 而且你知道断讯的时候 你从远端是没有办法重新开机的 因为讯号已经断了 所以需要做什么事呢 需要一个人到现场去reset 就是重新启动电脑 所以各位想想看 从头大陆那么大 那个基地台装出去几万个基地台 你用什么方法可以去现场 重新启动 而且这么大的 假设都要靠人力的话也是很累的 对 但是华为真的就是靠人力 他们真的在每一个基地台 部署人力在现场 随时出状况 随时就重新启动 然后呢用这个我们叫做debug 就是除错的这个硬体呢 连结然后把这些城市取出来 然后把这个城市 因为已经通了嘛 你就把这个城市寄回总部 华为的战情中心在深圳 我去过那个战情中心 他们是用这样的方式 土法炼钢炼了三年五年 最后呢把基地台做到非常的稳定 所以那个时候我听同事聊过很多这些 我就知道这些公司不能小看它 因为它很有毅力 很有决心在做这些 它做起来之后呢 开始出口它的设备 那这个设备的价格是那个时候 其他国外公司 欧洲 美国电信公司 不到一半的价格 你想想看喔 不到一半的价格 那些通讯公司一定会心动 好有吸引力啊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 review这些业绩 因为我们的数位讯号处理 其实卖给客户的嘛 我们那时候每个月看到的业绩 就是这些欧美的电信公司 基地台一直销售都在衰退 但是华为跟中兴 这两家的基地台一路在成长 这就是为什么后来造成 美国有压力 它会发现太可怕了 如果不阻止它的话 它搞到最后全世界的基地台 全部都是华为中兴的 那太可怕了 所以后来美国才会开始 去打压华为 我想那个是完全商业上的考量 也就是说它必须用这样的方式 才能够抢回市场 这是整件过程 不过这一次的事情就很明显 就证明说这间公司 真的不能小看它 因为已经被打压成这样了 还可以让大家有一个 很惊艳的作品看到 对 只要是业内的专业人士都知道 中国大陆的厂商 你绝对不能小看它 所以随时必须战战兢兢 也就是你必须 持续的努力前进 才不会被追上 甚至一下就被超越了 所以要很小心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问题 想要问问现在在收看的 观众朋友们以及教授 就是因为我觉得 美国会如此花这么多的心力 或者是用这么样子多的手段 就为了要阻止中国大陆 它可能在成熟制成 或是先进制成 甚至在对他们一些出口设备上面 也这么样子的防堵跟限制 是不是美国的国力 或者是美国的技术 它可能虽然在高标 可是它有点停滞了 或是它担心这个后起之秀 追上它的速度会变快 您认同这样的说法吗 其实所有的科技都一样 越先进的科技 要再更先进难度都越来越高 那相反的 你在后面追赶的人 其实它就会慢慢逼近了 所以我想美国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所以它会这样想是正常的 那这一次的华为手机 除了刚刚说的 这个卫星通讯是很特别的 其实它其他的规格 包含它的处理器的速度呢 其实我觉得都还好 没有说特别惊艳的地方 那唯一让大家觉得非常惊艳的 还是在于说 美国封锁了华为三年 怎么它还有能力做出 这个7nm制程的晶片 那因为这一次的华为 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它的应用处理器 那根据国外这个Tech Insight 科技媒体它的分解跟分析报告 很确定的它呢 使用的就是中芯的这个7nm N加2的制程 所以就是它前一代的下一代制程 所以算是他们先进的制程 那虽然这个晶片 不一定是中芯帮它做的 最近这个消息还是有点混乱 不确定是中芯帮它做 或者是有其他的公司做 但是根据这个拆解报告 是很确定这个技术是中芯的技术 这个很容易 你只要看它那个电子显微镜的照片 看它电晶体的结构 再跟中芯之前的晶片对比一下 就知道 所以我想这个消息是很明确 只是说不一定是中芯国际做的 但是是它的技术 但总而言之就是 为什么封锁了三年 但是它还有能力开发出来 但实际上这个事情也不惊讶 因为我在两年前的直播 在我自己的频道上 就已经讲过这样的话 您那时候是怎么说的 那个时候就是两年前吧 等于刚封锁的第一年 对 那个时候中芯国际 就有帮国外一家厂商代工 那个采矿用的晶片 就是那个比特币采矿晶片 那个时候TagInside 就拆解过它的晶片 那那个时候 我看过那个拆解报告 大概就知道它使用的 其实就是所谓的多重曝光技术 大家不要误会 因为我常看网路上 很多网友一直说 那个多重曝光是旧技术啊 我们现在都不用那个 其实不是这样的 那个7奈米以上的制程 只要是要做到这个尺寸的 通常用的都是 多重曝光的技术 如果你不想用多重曝光技术 你就必须用极紫外光 可是极紫外光用了之后 那个成本是增加的 因为极紫外光太贵了 所以我想即使是台积电 7奈米以上的制程 用多重曝光 这个其实是大家都这样用 所以其实中芯国际 也没有什么特别啦 它就是用了一个 大家都这样用的技术而已 但不管怎么说 被封锁了三年还能用 而且做出这样的晶片 我想是还是让我们 非常的惊讶啦 代表它们的韧性是很高的 我们要评论 中国大陆的任何科技的题目 我认为都还是要回归专业 对 我们不用去管那个政治啊 或者是其他的意义 就专业来讲 就专业来讲我们要说 中芯国际被封锁三年 还有能力做出7奈米N加2 它是真的很厉害了 但是这样的东西 是伟大的突破吗 其实也不是 它就是一个正常的 这个科技上的发展 或者能不能说 它是把它现有的设备 催到一个极致 可以这么说 那我觉得它现在面对的是 产量扩产可能不容易啊 因为之前艾斯蒙尔有说 它今年之内还是会持续的出货 它有个宽限期 对 它有个宽限期 会持续出货 但是这一批宽限结束之后 会不会就停下来 或者是说这一次美国 会不会商务部 又采取什么行动 把这个东西挡下来 那这个就意味着将来 中芯国际要扩厂的时候 会遇到困难嘛 那这个产能就会不够 因为这个华为手机 其实卖得不错啊 这么大的需求量将来会做不出来 所以我想中国大陆的 晶圆代工厂做先进制程 这个我们常讲先进制程 就是台积电嘛 英特尔嘛 三星嘛 那现在要加一间中芯国际了 但是短期之内 中芯国际是没有办法 威胁到台积电啦 原因还是在于 他们短时间 这个国内供应都不够了 就不太可能再去帮别人代工嘛 没错 所以目前的影响是不大的 而且我们就华为 现在市场很多的机构 他们预测华为这款 MAT系列的一个出货量 其实看下半年 顶多就是抓100万只到600万只 也就是如果你从全世界的角度来看 这样的出货量 可能苹果很容易就消掉了 或者是它的出货量 是这个的好几倍 但是如果我们就华为来看的话 它以它现有的一个技术 或是它现有的一个设备 要能催出那么多的产量 其实下半年大概就是 超过100万只 然后可能有些人讲到600万只 其实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明年呢 明年可能就会是另外一个困境 也就是当我的设备 还是不断的被西方国家禁止 或是受限的时候 我能不能有这么多的产量 您觉得这会是华为接下来 它比较需要再突破再挑战的吗 或者是它其实有点 被挡在门口的感觉 是啊 这个就是我认为它接下来要突破 突破的方法其实别无其他嘛 中国大陆一定是发展自己的 这个生殖外光 DUV的设备 但我很好奇 中国大陆它现在是有 这样的能力来生产吗 还是只是良率不好 供率不好 这个DUV这个东西 因为事实上它已经买到这个设备 所以其实如果是问我要怎么做 我都就是把这个设备拆开来 然后看别人怎么用 去学嘛 我想这个很正常 那讲到这个大家就一直说 啊这个都是抄的 其实我必须老实说 所有的科技公司 都会把竞争对手的东西 买回来拆 拆开来抄 一定都是这样 只是说抄的程度 还有就是说你在抄的时候 可能会侵犯专利这个问题而已 我想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但技术上我要突破 我大概就会这么做 那以目前中国大陆的这个工业的实力 这件事情是做得到的 只是需要时间 所以这个目前已经听说 大陆的设备厂可以做到 28奈米的这个生殖外光的设备了 那接下来就是开始变成20奈米以下 然后做到10奈米以下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难以避免的 可能网友会好奇 那要多久的时间 我认为大概三到五年 所以其实美国进这个设备啦 或技术进到中国 最后也只是拖延时间而已 那您觉得美国这个做法 它等于是请整个国家的力量 来去制裁不管是中芯也好 华为也好 但是仍然是有一些亮点跑出来 而且现在让美国甚至好像 连商务部都要吸手FBI 来去查说华为或者是中芯 他们到底是从什么样子的管道 您觉得第一个这个管道 防不胜防吗 第二个的话 如果要来去生产的话 那会不会造成美国 有一波更新的制裁 其实哦 防不胜防的原因还是在于 你没有真的全部挡住啦 OK 我这样说 美国人一方面想制裁 一方面又想要赚钱 对啊 就天底下没有这种事情 对 它不敢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它要是真的 全部把它挡下来的话 嗯 它也会影响到 国内厂商的这个营收啊 是 你举个例子像NVIDIA 挥达呢 它挡住了高阶的图形处理器之后呢 其实会影响到的 就是挥达的营收嘛 对 所以其实这些 国外的科技公司的老板 其实并不支持这样做啊 而且黄仁勋就讲得很明显啊 他在接受国外媒体采访的时候 他就说中国大陆这块市场 他们其实是很想要的 那美国如果把限制设在这边的话 它那个GPU 它不是就有降规吗 就专门 佛中国大陆的市场来去用吗 所以可以想见就是这样 所以他们会反对啊 那美国商务部也知道这个现象 因为这个就是所谓的仓敌 一千自损八百嘛 这很正常啊 所以他也要考量到 国内厂商的利益嘛 所以你变成是 又要进又不进 这样的状况 那肯定有很多管道 这些技术还是会流进去 那再来讲这个 刚刚谈到的挥达 随便举个例子啊 他现在挥达能卖进去的 就是低阶的产品嘛 那相反的 中国大陆有很多做低阶的 图形处理器的厂商 也有类似的产品啊 所以你想想看 你今天是客户 你买进口的也是低阶的 你买国内的也是低阶的 然后可能价格比较优势 对 那你觉得你要选谁 你一定是选国内的啊 便宜又低阶嘛 可是如果今天 进口的是高阶的 国内的是低阶的 你会选哪个 那我就会 你就会选高阶的 原因很简单 因为你的竞争对手 都用高阶的啊 那我怎么可能再去 你怎么可能会去用低阶的 所以艾斯摩尔的那个 还有最近艾斯摩尔的执行长 也讲同样的话 还有最近那个 青大半导体学院的 林本坚院长 这个绝对是专家 他也讲同样的话 那这个话 其实我去年就讲过 就是你这样的制裁行动 实际上呢 相反虽然拖慢它发展的速度 但是相反的 你也帮助它培养了 这个国内的厂商来竞争嘛 那本来呢 如果我可以买到高阶的东西 我绝对不会买低阶的 因为对我来说 我要立刻量产 因为我的竞争对手用的是高阶的 所以我一定低阶的 连看都不看 我就是用高阶的 那这些低阶的厂商 它根本连练兵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发展的一定很慢 可是现在的禁令造成 我高阶买不到 只能买低阶的 我国内也是低阶的 那再加上政府补助 我一定全部用国内的啊 那是不是就让这些低阶的 国内厂商开始慢慢练兵 练个三五年之后 不就高阶了吗 我刚刚才说华为那个例子啊 那是写零零的例子啊 所以用练兵的方式 只要国内的内需市场够大 大家这个愿意配合 愿意用 其实慢慢练兵就会练起来 科技的东西 没有什么好方法 就是慢慢尝试跟错误 就会做出来 那台湾为什么比较不适合 因为我们没有内需市场 我们呢没有办法用练兵的方式 是因为我的东西进来之后 立刻就要卖到国外去 而你要卖到国外的时候 你的竞争对手 都是用高阶的 你怎么可能拿低阶的 去跟他竞争 所以我想大陆跟台湾 在这一个部分 是先天就不平等了 所以台湾很难用这种方式 内需市场去练兵 对 但中国大陆可以 他们可以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课分 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 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 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 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美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够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